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的选举 那国民党呢再一次展现了团结啦 那终于已经拍板确定了 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了 来国民党的大佬们全部呢 排排在这边 江启臣朱立伦 韩国瑜赖世宝 以及傅昆琪 那么现在已经拍板了 就是呢韩江配 韩国瑜配江启臣 郑跟傅 那么先前宣布角逐的傅昆琪呢 最后一刻已经退让了 那么从这张照片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韩国瑜po出了大合照 他告诉大家 一定要团结一心 要并肩同行 要攜手校正回归立法院 该有的监督制衡的角色 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最大的依规 那么同时呢 韩国瑜立刻来拜会了 已经是七连霸的资深 无党籍立委高金素美 来争取支持 我们来看到拜会的照片 未来立法院愿景可期 那么同时呢 也拜会了四连霸的立委 无党籍的陈超明 他说啊 蓝白应该合不了啦 但是呢 陈超明说肯定支持韩江配 甚至呢 他还说 为了证明他会支持呢 不排除亮票哦 照惯例就亮票 证明说他没跑票 那到底要不要亮票呢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看 国民党52席 民进党51席 民众党关键少数的8席 无党籍2席 所有的委员 朱里伦说了 都要亮票 因为现在传出可能会有 两票不太稳 所以呢 全部的当天投票呢 都要亮票 来证明了 没有跑票 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院长 正副院长之争啊 也真的是让大家看到了 比如说国民党里头 内部的整个总体的整合 以及呢 很多人可能都还讨论过的 蓝白到底会不会 在立院的这个席次当中 的一个整合 那么再来呢 王宏威是认为啦 外界有传言 他说可能是4年前 有两个人盖错 但是不表示 不表示4年后 会出现这样的跑票 但是到底是盖错 还是跑票呢 好传出这一次 关键少数的民众党8席 将会院长选绿营 副院长选蓝营 维持一个蓝绿的平衡 但是立委江启臣是表示 他会持续跟民众党来沟通 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国民党谁来征立运龙头细菌性 出现大逆转 立委傅昆奇如今力挺韩将佩 但国民党只掌握54席 没过半 现在还传出至少有两人 遭接触锁定 那是4年前啊 怎么会按照这4年后 所以我觉得这次并没有 所谓的什么锁定 两个人会跑票 我想这一点必须做一个说明 尽管党内抛出不跑票行动 规定所有栏尾 在立法院2月1号 政府院长选举时都要亮票 但关键少数民众党巴西立委怎么投 也是这次选举蓝绿攻防焦点 现在也会积极的设法跟民众党 这边来做接触 那做沟通 那大家看在未来政府院长上面 是不是有合作的可能 还是希望促成在里的合作 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民众党 他最后跟国民党有谈成这个合作的共识 那我副院长的部分我也可以不参选 如今又传出民众党可能才分裂投票 院长投民进党 副院长投国民党 展现不拦不律 牵制两党态度 加少民众党巴西各有蓝绿政治偏好 会个别圈选还是团进团出 都是变数 民众党以人民为依规 若想把平衡牌彰显蓝绿平衡的价值 确实是一个策略 然而如果没有在院长选举 发挥关键少数的效果 未来只会走向边缘化 尽管国民党展现团结 蓝银韩江沛要双进双出 拿下列院龙头 但不到最后关头 一切都是未知数 解国现场陈信仪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现在国民党立委傅宽 其实说决定退让 要含江沛 那其实有传出说 他是在向装舞剑 争取党团总招 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前立委郭正亮 他刚刚也提到了 有关于跑不跑票这件事 有没有盖错 刚刚王侯卫讲了四年前 四年后呢 郭正亮说 我不认为有人会故意投错票 真正所谓的跑票就是没来 国民党要防的是这个 就是人根本没来 他说韩国瑜必须要赶快收读资料 然后提拔更厉害的幕僚 否则很容易被民进党团的总招 柯建民夺权 那么现在呢 要角逐总招的五项 刚说的傅昆琦 还有呢 被点名的赖世宝 李彦秀 据说都有意要角逐立院总招 傅昆琦说柯建民常被我修理 走到这里应该传承 那么再来呢 书记长的部分 年轻一辈的洪梦凯 以及呢 万美龄 那么现在呢 同样的 大家 也在 关注这个议题 像赖世宝就说啦 他会积极的来登记 全力的来参选 那么李彦秀的部分呢 也是实力派 也被点名 要来接棒 那李彦秀是说 个人的位置不重要 重点是 看党团决定 目前为止的话 你有和副分析委员聊过了吗 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想登记以后 就看几个人登记嘛 登记以后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可以协商 可以协调 然后 再最后进行投票 这个竞争你不能说 就会 是一个风暴 我觉得很奇怪 所有的这个选举 难道每次选举 就是一个风暴 就不能这样 这是民主的一款 这是民主的一款 有意要 参选总招 书记长 还有首席 副书记长 那也请他们要先 先去登记的吧 那先登记之后 然后再 拜托 可能一定会有拉票 那我这边 很负责任的讲 我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位 来跟我拉票 就是赖师保委员 因为也是有被点名说 有意参选到台中 那这边有没有反馈吗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新的国会 新的战力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 做事比角色重要 那怎么样在 我过去熟悉的 立院的运作上 贡献我的功能 它最重要其实就是贡献 而不是角色 在哪一个角色 其实不是重要 这可以给燕秀委员一些空间 我觉得每个人 愿意出来都是 我觉得都非常感谢 愿意承担 我们国民党是有机制的 一年 一年一次 我们会改选 就是有多组人马 两组以上人马 这都很正常 这是良性竞争 我们不像民进党 万年党编 万年总召 你要去问一下民党 他们要不要选 是不是还是那个柯建民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今天办了这个 新科立委的共事营 赖清德以党主席的身份 出席精神喊话 那是否会 由昌佩出战呢 立法院长有习坤是回应 他说呢 今天单纯演讲 没讨论到 那这个人选呢 要经过特殊的程序 SOP 那民进党党团的 总召科建民是说 投票 无庸置疑 就是由昌佩 绿营里面看来 也是大家各有想法 是有讨论商官政副院长 等商官的事业啊 没有 我演讲 这个党团 还没有完成程序 可是如果由昌佩要上 势必要寻求第三方的支持 你认为是有可能性的吗 还是您觉得要 持续占到底 因为伊华它是互选的 法律规定很清楚 互选 所以每一个人都互选的 那您对自己有信心吗 我到现在没有讲过 没有讲过 所以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我跟你讲就是说 他是互选 然后必须要完成 必须要完成党团 党团特建的程序 我可以 有人在这个地方 讨论政府有前进 对不对 今天最主要就是 那种来民进大家 那责任来讲 民主国会 那现在等一下 国会民主 党团阴做与国会公网 这是内部的一个行为训练 很好 那是不是有立委问到说 政府院长选举要怎么投票 这个无庸置疑是还要 让你清楚 你当然是由商配 好 你讲得这么清楚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